一道彩虹 跨過天際 但仔細一看 卻從山凹之間竄出百煙 距離越近 煙霧範圍越闊越大 目擊民眾擔心大屯火山 蠢蠢欲動 發現有這個冒煙 新的爆裂口什麼的 對 我在根據 因為媒體下了這個圍地 我來看 我推測是這一個 可能是這個圍 可能是這個圍 到這裡去 聽聞火山已是有新活動 從小就住在山上長大的草里長 哪裡有變化一看就知道 暗圖所記 帶著我們一步步 踏入湖中南部旁的隱密小路 現在在外面 盡量輕聲細語 因為旁邊 有一個虎頭蜂窩 冒著風險依然繼續前進 小修常來玩耍 伴隨著市陣陣地熱白煙 但早已經數十年沒有看見 現在擔心 可能會出現新的火山噴口 我看那個照片 很遠的地方拍過來的 然後到這個山道之間有白煙 那個相片 媒體看出來的那個相片 那我就對他推測 以前有一個舊的 我們小時候就有一個舊的爆裂口 求救線索 攝影機現場 手株帶吐一整天 除了微微硫磺味 沒有發現白色煙霧蹤影 反而迎來5.7地震 正央距離一次噴口相當接近 也讓相關單位更急著找出 噴口在哪裡 我們就可以對到 其實上面的山澳下面 其實還是可以隱約看到 那條橫的林線 所以那個冒煙電用 大概就是在林線 下面一點的山澳處 我們再換一個角度 看到那個山澳裡面 其實有一個宮廟 所以我們比較確認說 可能就是在這宮廟附近 經濟部中央地址調查所 成立近40年 專門觀察 研究台灣地質變化 近年在和大屯山觀測所合作 隨時掌握火山動態 透過專業分析 我們再一次爬上大屯山渠 尋找噴口 到底民眾在竹子湖這邊 拍到的煙霧 是不是新的噴口呢 現在我們就帶您一探究竟 此路不通 只有一步一步往上爬 跟著大屯山觀測所研究員腳步 朝著皺片中的噴煙口 持續邁進 山中天氣變化 比翻書還要快 低溫 霧氣 偶爾真雨 還要穿透住 過了半小時的山路之後 我們終於來到了地調所所研判 最接近噴口的地方 山中宮廟如同室外桃源 新噴口到底在哪裡 宮廟居民沒有察覺 直到相關人員登門調查 才知道 當天我們就有上山去看 也帶著空拍機去拍 從他報紙上面給了幾個資訊 包括湖中南部上方 然後小油坑它叫做東南路 其實是西南路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到現場去看的話 在湖中南部 我們就沒有看到白煙 攪如半天 片尋不著新噴口 調查單位懷疑可能是焚燒煙目 它的煙是很清淡的煙 很清淡 它的煙跟燒茶 黑煙什麼 都不一樣 因為像這樣下去 有的整個比較白 比較白 整個在黃的旁邊這樣穿 整座這樣 我還在想它 可以用這床的土壤 焚燒煙霧說法 當地居民不太彩性 因為過去這裡的確有噴口痕跡 山壁上的黃色硫磺 還有風化的白色土壤 都能間接推斷過去曾有火山活動現象 沉睡了近6000年的大屯火山 因為一股白煙再次成為話題焦點 有回應